這個今天的練習整理一下 然後今天主要是 繪製出一個歷年切到折線圖 本來是在Excel裡面好像才能做的 終於我們不要脫離了Excel了 所以今天我們主要 第一個就是學會讀取Excel檔案 它用的主要方法就是Low Workbook 所以慢慢要有概念 工作部Walkbook指的就是Excel檔案 那Shit 或者叫Worksheet 因為Worksheet太長了 我是剪叫Shit Shit的工作表 所以Excel裡面的基本物件的階層 反正最外層一定是工作部 再來工作表 工作表裡面的話 大概是藍跟列跟範圍還有儲存格 大概就是這些東西 那如果假設你懂了這個概念 你就可以把它轉換成對應的物件 你就可以去控制你要控制的那個Excel檔案 裡面的所有東西了 OK 那我們基本上在利用那個Shit裡面的那個 怎麼InterRose 就可以把裡面的資料全部讀取出來 所以今天第一個 我們至少學會了如何讀取Excel檔案 OK 所以回去試試看 那檔案的話 因為藍數 可能每個檔案不一樣 這邊有五藍 所以用Row 中瓜湖 林冒號5 指的就是 01234 五個藍位 所以將來如果你的資料 不是五藍 你可以改 你不要 就是這個地方是可以變的 那我們利用這個讀取的資料 我們主要第一個 是把它改成什麼 就是抓的話 其實只有抓什麼 抓 那個第三個藍位 所以第三個藍位是中瓜湖2 然後前三個字的話 就是0冒號3 有沒有 然後把前三個字 就是民國年抓出來之後做什麼 就是再把它 塞到一個List1裡面 最後呢 再利用點count的方法 算出它的數量 再塞到ListB 所以會產生ListA 就是民國年 這個ListA我們是自己做的 OK有沒有 那ListB的話是算出來的 那最後的話呢 再安裝這個MathPrileab 繪圖的套件 這套件其實蠻簡單的 就是給什麼 兩個串列 一個A一個B 就畫出來 後面的話就是 再加上一些樣式啦 比如說顏色啦 還有它要不要加節點 OK 最後就是一個存檔 這邊都有 那下一次的話 當然一般繪圖 其實最簡單一定是 它折線圖吧 其次的話應該就畫什麼 畫什麼直條圖啦 或者畫個比例圖好了 OK 今天本來想說看有沒有講到 就多講一個 不過我覺得有點難 所以回去的話呢 按照同樣的原理原則 改一下就好了 其實基本上原理原則都一樣 反正都讀取資料 那假如說我今天希望 可以把歷年切到這些 改成另外一個圖 叫做各區的比例圖 那所謂的各區應該是 台北市的12區啦 那你說老師那 我怎麼知道區 哪一區發生的案件有幾個 那你可以看一下 哪個欄位有沒有 各區的資料 區喔 有沒有發現 區裡面是不是在發生地點有沒有 的第幾個字 好像都固定位置嘛 456嘛 對嘛 所以其實很簡單嘛 如果中瓜弧 就把它抓4就好了 然後字的位置的話 就是 中瓜 後面再加一個中瓜弧 第幾個字啊 第四個字就是3嘛 3 3冒後多少 好難算喔 456嘛 其實就是 345嘛 所以冒號6就好了 3冒號6有沒有 OK 那不就有區 所有的那個 一樣畫到歷史1裡面 再用歷史b count一下 那就有一個歷史a 再丟給那個什麼 畫圖 它一樣要兩個串列 圖就畫出來 所以其實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回去畫畫看吧 其實跟剛剛蠻像的 邏輯一樣 只是說那個畫圖的部分 它不是prime 它是pi 有沒有 pi 然後裡面一樣 是在list a list b 但是list a list b的位置 不一樣喔 不是說a跟b 而是先b 然後這個num的話 是要不要炸開啊 炸開就是說 要不要把它分出來 沒有的話 就是num就可以了 那這樣的話就可以把這個圖給畫出來了 OK 所以其實沒有那麼困難 邏輯上差不多 所以以後要畫圖 你只要畫一個其他應該 就算簡單了啦 OK 所以其他細部的部分 請各位也許可以試試看 就是可以把它畫成什麼 畫成那個圓形圖 如果你假設對於其他圖形有興趣的話 請參考第12個單元 有更多的那個圖 除了折線圖之外 這樣還有直條圖 有沒有 像這邊有很多的其他的圖 你們其實也可以參考啦 反正不外物就加一些參數 甚至還可以畫那個所謂的子母圖 就是一個圖 尤其有點像那個Power BI的Dashboard Dashboard就是可以放好幾個圖 你看你不同的圖 可以把它放在不同的位置 其實是可以的啦 OK 所以底下其實可以變出非常多的花樣 好 細節部分的話 我想請各位自己再稍微 把今天的部分先整理一下好了 然後下一次上課的話 原則上我們就是 就是再把那個 今天的這個後面那個圓形圖 也許把它再 再把它 講一下 然後或許 再來也許就找別的資料練習了 OK 那時間好像也差不多 不然今天的話我們就先到這裡 也許會 trabalhar 那麼很高 現在我要不要下課 再隨便下課 又變成kennt č 谢谢大家